當交通局整個計畫可以講非常的完善 也非常的完整 那麼警察局的立場 他們這個都是高科技的東西 我們是比較台南傳統的 我們是索工的 我們還是用傳統 入口的指揮交通 所有在這個流量比較大的地方 或者說交通比較環雜的地方 或者我們像公平區的景點 人潮比較多 或者人潮車潮交織的地方 我是要求我們的功能 我們加強 還有 不是說用人工來阻擋這樣 因為可能台北市 他們最近不是說取消入口 沒有結果造成交通黑暗期 當然他們可能還有一個失封的部分 那麼事實上 我像上次到台北警政署去開會 夾班那個時間 過去沒有的現象 幾乎都整個 現在連這個像入口經過的也沒有 所以很多次就有點徵道等等 我想我們還是覺得說 像入口的 像上下班時間入口的交通指揮還是有必要 那麼過零幾天 就像我們一樣來維持 類似這樣子說 甚至有新增的這些景點 我們會派起來 來指揮交通的傳統上 甚至還會增加更增加幾個天 第二個 剛剛交通解的這個 這個計畫 我們請他就是 前面配合 我們也是前以一步 不必讓我們 所有台南市民 商家做生意的也好 或者說我們台南市民 本身在我們市區裡面活動也好 或者外來的遊客 到台南來 能夠感觸到那種過零 人車 或者說這個 坐視地的 這個到處都是人潮 但是 交通的這個整個 整個流動 能夠順暢 這個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 能力的作法 那麼 第三點就是 華麗無假期 這個過年期政 犯罪 補薄 回歸停車 沒有假期 這個抱歉到我們這個還是 弄自自殺人員 所以這一部分 也透過各位媒體 來掀示 所有像 當然犯罪那個就不用講了 犯罪的 是補薄的 之類的 那麼交通的部分也是一樣 大家不要以為說 所以有一個違規 或者違庭 什麼等等 就請警察 能夠往外面放過一碼 我們希望 現在還是做個先事 希望大家 能夠遵守 所有的 交通的這件事 和平坦的 那麼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會在 各風景區的景點 會設機動派出手 加強 尤其是外來的遊客 非常被顧問 包括 就是說有些人要到哪裡 路 方向 像 昨天 前天 前天 我到拍手去 去那個 有 有高雄來的朋友 他們 叫你去叫到我們 到我們 關聖女士泡湯下來以後 那 我都是沒有有 那 也不曉得到他 以後 我們拍手 我們就給他帶一帶路 帶到那個 因為那個比較 還有那個地方 鄉下地區 那個地方 佔了 那十點 或者是萬加五九 那已經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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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就 帶到那個 突然 像 類似這樣子 我們 我們 希望是讓外來的遊客 對我們開恩師 或者說 對我們開恩師 請 遊客 那 在這邊 希望 祝大家 興趣的愉快 和武平安 謝謝 接下來我們有請 市長上台 問我們資質 謝謝 我們張局長 陳局長 各臺委員代表 在場 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好 那 平安 是台南市政府 在過程中